大家好 又是我 雪姊姊 今次我會用 Play Color Tool 教大家做這些可愛可愛的書籤 其實我們只要學會做一款書籤 就可以畫到 發揮我們的創意 畫到很多不同可愛可愛的小動物 如果想知道這些可愛可愛的書籤怎樣做的話 就要留意我以下的示範 首先 大家可以根據這個紙模 很簡單 只不過是由一個正方形 和兩個三角葉組成 就像剛才這個圖一樣 我們可以先把它對折 再對折 對折 再對折 好了 對折完之後 其實這裡已經是中間有一個位置 可以用來插著書籤的頁數 作為一個書籤 好了 那怎樣可以由這個東西去變成這些這麼可愛的小豬 我們可以繼續在這裡畫頭 首先我們在這裡畫 畫個豬鼻 眼睛 嘴 然後我們可以 其實這個構圖很簡單 其實我們不需要起高都筆 我們可以直接用 Color Tool的筆去做 例如 如果我們想粗線條一點 我們可以用粗那邊 如果想右線條一點 我們可以用右那邊 好了 然後用小豬仔 我們可以用粉紅色去塗上臉 吧 好了 究竟為什麼要做它的豬耳朵 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是用另一張紙 然後就可以把兩隻耳朵貼上去 然後用雙面膠紙貼在書籤上 然後 然後呢 這裡其實還要打開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貼一貼 然後它變成一個角 好 好了 那究竟豬仔它的下半身在做什麼 可能我們可以畫它 在草地上跳舞 那我們就可以用 一些 用PKLT的黑色塗在這裡畫 這裡我們要多一點 放進去 稍微不要痠 一隻 其實這樣有趣可愛的豬仔 就已經油圓了 好了 那接著 熊仔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熊仔的做法是跟豬仔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多一點的後期加工 例如就是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我們可以用剪刀剪回 一個 防蜜仔的外形出來 這樣就可以變成熊仔了 那接著 如果我們還想最多一點變化的 好像這個 恐龍一樣 又或者這隻狐狸一樣 是怎樣做的呢 那我們可以再教了 所有的剪毛 其實就是剛才這個 剪毛而已 只不過我還沒剪出來 如果我們想像這個 它有彈牙的 我們可以在還沒剪出來的時候 先做一些加工 鮮蜜蜜 例如我們在這裡畫牙牙給它 這裡是你的眼睛 好 好 接著我們連著彈牙一起剪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呢 做這隻 恐龍仔 書籤 的紙帽 其實是紅 之前呢 做豬仔和紅仔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 我們是多了彈牙這個 鋸齒形的 形狀一起剪 然後我們也像剛才一樣 用黑色彈牙來幫人上色 跟剛才做書籤的做筆一模一樣 我們也是幫它對摺 再對摺 做出一個角位 在角位的白色位置 我們可以摺到面膠紙 好了 其實一隻恐龍的上殼已經出現了 下殼一樣 我們也是把它摺到 直接畫一個下殼給它 這個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揭開它一點 它有顏色 一隻很簡單的恐龍仔 就做出來了 然後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啊 豬仔 恐龍仔 又或者是 龐仔 這樣 如果它反過來 拆下去 當作書籤的話 會不會有些古怪呢 好像整個動物仔 是反過來的 這樣 我們也可以最研發一些 不同的書籤 例如狐狸 你會看到它是向下的 看起來就會覺得自然一點 那如果狐狸是怎樣做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看 跟剛才做恐龍仔一樣 我們先拿出一個 最普通的紙帽 是未剪的 我們畫了它們的耳朵 然後再放進去 直接在這裡畫樓的樣子 如果把它的層次感更加豐富的話 我們可以加些紅色的點點下去 好像做到毛的效果一樣 我們一樣 把它對折 再對折 其實我們未必要用所有的東西 都是要畫出來的 我們未必要畫出來 好像畫心體這樣畫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些 膠貼 不同的色紙 又或者是 好像我現在用 這支的膠貼 這樣可以做一個 在上面 做一個筆錦 在上面 複製 做一個筆錦 一隻 這麼可愛可愛的狐狸 書籤目也做了 好 一隻這麼可愛可愛的狐狸 書籤目也做了 所以只要發揮一下自己的創意 我們可以做更多不同的東西出來